這些就是酒心朱古力 這個朱古力是加上威士忌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rry 情人節快到了 今期我就會做這個調溫朱古力給大家 每逢情人節到 朱古力店的生意就最好了 一盒這些Sees Candy 大概有22-24粒 前幾天我和家人去買朱古力 他們買了五盒 五盒賣單就好像是1600多 今天我都會做回他們這種花生朱古力 做朱古力其實是需要做這個調溫的程序 如果你不做調溫的程序 出來的朱古力表面就沒有那麼光滑的 沒有那麼亮面的 還有咬下去的口感就沒有那麼脆的 做調溫朱古力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朱古力絕對不可以碰到水 我昨晚把這些朱古力放進冰箱裡 拿出來 明顯看到有些水氣在朱古力的表面 所以這些朱古力已經不能用了 如果這些朱古力已經不能用了 你要再用的話 調溫調好之後 先倒出來 讓它自然乾 千萬不要放冰箱 我現在才想起 幸好我多買了兩包朱古力在後備 調溫朱古力要將朱古力融化 朱古力的溫度 100-50度之後 你就要加入朱古力碎 將朱古力降溫 降溫到28度 那溫度一到28度之後 你就要立刻加熱 這樣你的朱古力就調溫完成 倒出來之後 它就會自然結合一塊 就不需要放進冰箱裡 那現在將朱古力切碎它 只需要將朱古力切碎它就可以了 你不切的話 一間做C0的時候 降溫的時候 朱古力太大粒 就會在裡面變成一塊塊這樣 記住 那些朱古力千萬不要碰到水 如果你的朱古力碰到水 它是沒有辦法凝固的 就會變成一滴東西 一滴水就足以為壞你整個朱古力 我就會用隔水的方法 將朱古力融化它 在鍋裡加大約一吋左右的碎 就可以了 開火 待會我會將朱古力放進鍋裡 然後放上去 把它融化 大家記得要拿一個膠刮去刮 記住,不可以有任何水分 少許水分也好 你也要即時拆掉它 一滴水也不可以有 為甚麼呢 這些朱古力我要切到它變碎 其實它原理 就像你一杯水一樣 一杯暖水 然後我就放冰進去 將水降溫 如果在家裡做 少量去做 我就建議大家用這種方法 就最穩陣的 我把朱古力倒進去 我倒進去 大概100克 1-1-200克 因為我會加一些朱古力碎 就會令到分量更多 我這個是黑朱古力 黑朱古力的溫度 就要把它升到50度 我這裡會有一個溫度計 去檢查溫度 每次拿出來 都輕輕擦一擦 不然的話 就怕一間有些水氣 走進去 放3-5秒 然後拿出來 攪拌一下 就不要一直在上面攪拌 因為這樣的話 朱古力的溫度 可能就會過高 50度之後 我就要加入朱古力碎 作用就像冰塊一樣 把朱古力降溫 膠刮吧 買一個好一點的 不要買一些差的 因為以前我用的叉子 靜靜一下, 中途就斷了 好, 現在溫度就到50度 現在我就把朱古力碎放進去 降溫 快速去攪拌 好像放一些冰、放一些水 要令它的溫度達到28度 溫度差不多的時候 你會看到朱古力的表面就開始了 辣白亮的 對嗎? 亮亮了很多 到了30度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會經常保持溫度 好像跌不下去28度 所以建議大家放的時候 可以一次過 放多一點朱古力 如果調溫失敗 不行的話 都沒有所謂 直接放進冰箱 不過就沒有那麼漂亮 效果的口感 好了 現在朱古力就去到28度了 即時加溫度 加到32度 28度 加到32度 4度 所以千萬不要放下去 放一放 拿出來 倒一倒 現在已經30度了 很快 放了幾秒 放一放 1 2 3 拿出來 現在32度了 這條溫的朱古力就完成了 好 我現在即時就拿個帽 倒出來 要很快速 我在這裡歪了 都不管了 因為 我不這樣做 一會兒又要重新來 要很快的這個動作 有些朱古力 一融不住 就大大量 好了 朱古力不夠 就裝不滿了 拍一拍 這個帽 讓裡面不會有多餘的空氣 表面多出來的朱古力 把朱古力刮走 把這個模式倒轉 然後讓多餘的朱古力流進去 現在的朱古力不需要放進冰箱 如無以外 你們都會看到 它已經結了 在這裡 自然乾了 那些朱古力 那些朱古力 如果你的朱古力調得對的話 它就會自己 很乾的 那現在 我先把朱古力放在這裡 剩下這些朱古力 我們暫時不用理會 一間 我會重新把這些朱古力 融化了 然後再重新調溫 做底部的朱古力 那我現在就要做 那個朱古力棒棒 那個餡料 就把朱古力放在這裡 我就放50克的奶油 然後放50克的朱古力 然後再加大約5克的牛油 然後再加大約5克的牛油 那我現在直接把這個 放上去融掉 就可以了 好了,朱古力融好之後 大家如果不喜歡有酒的話 就直接這樣 去放入朱古力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們喜歡有些酒味 就加一些自己喜歡的威士忌 再加一點 加適量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 一邊加 一邊去試味道 找一個合適自己的味道 就不要一次說 倒太多下去 慢慢加 慢慢試 也都不要讓它的質感 太稀 咖啡 你可不可以 不要經常廢 你經常都這麼忙 那我這裡就有一個 排泡 綁住它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拿回剛才的朱古力 出來了 那我這裡就先 都融化了 是不是可以了 這些多出來的朱古力 你可以放進去 你的朱古力裡面 再融過去再用 不要太廢 倒回去 一會再用 好了 那現在 打一旁就行了 好了 那剛才這裡的朱古力 晾乾了 那我現在 就重新加溫 再重新調溫 然後倒回去 在模糊上 加一些朱古力水 然後攪拌 好 那現在這個已經做好了 我就可以把它直接 放進冰箱裡 那為什麼要放進冰箱裡 那為什麼要放進冰箱裡 就是要它冷縮熱醬 縮了之後 一會兒的朱古力 就會比較容易拍出來 好 最後用這個杏仁朱古力 放上鍋子 放上鍋子 先把朱古力溶進去 那如果大家 真的知道朱古力 濕了水 那你們 可以嘗試放進冰箱裡 就不能用這個 調溫朱古力的方法去做 我現在把杏仁倒進去 拌勻 如果你想它的形狀更漂亮 我建議大家 可能升到34度之後 等一等它降到28度 才加下去 這樣那個形狀可能會更漂亮 那我今天就失敗了 唉…我也… 為何要看著這個樣子 其實我沒有做壞 只不過做到好像批東西一樣 朱古力已經暫時 結了一塊塊 這個就是我做的杏仁黑朱古力 唉…我都不想 我都沒有想過 會變得這麼醜樣 已經乾了 沒有放進冰箱裡 我先把杏仁黑朱古力切開了 就是這樣了 我這個做得不好 因為底部就明顯厚了 超正的 都在這裡 哪邊有 你們超過的 看到當然就是 我們的零食 是 嗯,我回穿一下 好了 臨走前提提大家 黑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和白巧克力 温度都不同 所以大家记得 查清楚我调温的温度是多少 才去做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记得帮我点个赞 下期见 拜拜